好 那跟常委報告 對於這兩位同志 羅明彩同志跟徐曉欣同志 各位常委有沒有意見 沒有 那我們鼓掌通過 謝謝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會歡迎 這兩位提名同志來到現場 好 提隊的人走隊的路 我們秉持公平公正公開的態度 來一起面對2024的挑戰 我們要繼續提名優秀的候選人 為台灣的所有的民眾 繼續的拼好日子 首先今天我們要來提名 新北市第十一選區 提名羅明彩立法委員 都是為著你 有你才有未來 我們新北市第十一選區 要一起支持羅明彩 請主席秘書長 一步到台前 還有副主席 謝謝 謝謝 今天我們主席台的長官 也邀請我們所有的 謝謝 謝謝 一起來造勢 長官一起到我們的台前 都是為著你 有你才有未來 新北市第十一選區 讓我們一起支持羅明彩 也讓我們一起手牽手心連心 一起來為羅明彩喊動算喔 好嘞 羅明彩 動算 民才 動算 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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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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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新北市第十一選區 新店深坑石定平林區 烏來區 讓我們一起繼續支持 羅明財 接下來 我們要來提名台北市第七選區 松山區 以及信義區 讓我們一起提名 徐巧新 給我力量 為你衝鋒 讓我們一起支持 台北市第七選區 提名的人 徐巧新 信源 一樣讓我們一起 手牽手 心連心 讓我們一起來幫巧新喊 洞蒜 來 徐巧新 洞蒜 徐巧新 洞蒜 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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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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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也請邀請兩位提名的候選人 一起站在我們主席的左右手的位置 讓我們一起來喊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團結 國民黨勝利 來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團結 國民黨勝利 再來一次喔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團結 國民黨勝利 洞蒜 洞蒜 謝謝我們兩位優秀的提名的候選人希望他們都能夠以高票的當選來繼續為我們台灣的人民一起拼好日子 國民黨 如果有人在今天選舉之後 不管是您或是許曉星勝出 您有信心去整合他或是支持許曉星嗎 我剛才講我一直隱忍那麼久 就是希望日後的整合要能夠順利 四年前我跟王輝議員現在委員 我們君子之爭當然競爭過程裡面 一定會有點摩操 但是我們沒有破 當我們四月底選舉完了以後 不到兩個禮拜我們就快速整合 但是 許議員這次速度意圖使我不當選 我覺得這個整合真的是大家所擔心的 好不好 如果沒有別的問題 謝謝大家 周末還讓大家辛苦 拜託各位媒體的朋友 去問問兩位當事人 許議員 許議員跟這位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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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他們公佈錄音帶 不要再含糊 不要再含糊 你這四年立法委員做了一些什麼 我在我的臉書 我在速度在公開場合都講過 許議員 你就跟社會大眾講 你這四年的議員 你做了一些什麼 你替地方上爭取了一些什麼 你講講自己的好就好 尤其黨內的選舉 需要去含沙攝影 意圖使人不當選到這種程度嗎 真的是很抱歉 讓大家 讓我們的支持者 傷心 讓我們的支持者甚至到落淚 這是我最最不想要看到的地方 是不是昨天有發現對手有用包車載人的方式來投票 因為過去許宏廷議員 在他退選之前 他有跟我說 耳提面密提醒我說 過去他參加過黨內的初選 那有黨員投票的時候 會有所謂的遊覽車或公車 一車一車載的情況 那請我要特別注意 所以在這一次的選舉過程當中 我是有特別注意說 有沒有所謂的包車行為 那包車行為呢 在我們的候選人公約裡面 本人是違反第九條 第七條 然後如果是所謂的助選員的話 在我們的候選人公約裡面 也是不行的 違反第九條 那包車的行為 因為會有所謂的付車錢的問題 所以在黨章的第三十七條裡面 也有做相當嚴格的規範 所以意思就是說 雖然國民黨內的初選 除了會選之外 不受到選罷法的規範 但是包車的行為 可能會有涉嫌會選的嫌疑 以及違反國民黨內的候選人 我們親筆簽下的這個公約 所以昨天晚上收到證人的 據名檢舉 告訴我說呢 在地方上有知名的人士 那同時的把菲洪泰委員的傳單 跟一張所謂的包車傳單 放在一起 發放給我們的黨員朋友 那他認為說 這樣子的行為非常的詭異 所以在我們跟他聯繫的時候 他們是據名檢舉 那收到這個據名檢舉之後 我也立刻的展開調查 因為如果沒有足夠的調查 我想不能公開作為證據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所謂疑似包車的當事人 詢問他是否有進行這樣子的行為 因為他與菲洪泰委員 兩位是有掛上聯合看板的 所以我認定他是屬於助選員 那接到電話之後他沒有否認 我告訴他這樣子做可能會違法 希望他能夠取消 那他就回答 那後續我收到傳單之後 我也透過文字的LINE訊息 那請他取消這樣子的違規行為 他也告訴我說 好 已經取消 但在深夜的時候 他又改口說 這個叫做公車 而且可以刷悠遊卡 那我想在他所謂的上下車那個地點 我去查過了 應該如果說有車子的話 即便抵達投票 都要還要走好長一段路 所以不太可能 而且公車是屬於公運處台北市政府去管轄 台北市政府不應該也不可能 更不宜介入任何黨內的初選 所以昨天晚上我向公運處去做了調查 向市府去做了調查 那確認了幾件事情 第一 確實有包車 包的是首都客運的車子 第二 並非由市府去做任何的協調 市府並沒有介入這樣子的行為 第三 那這樣子的包車是不能刷悠遊卡的 因為他不屬於所謂的台北市的公車系統 所以並非所謂的家開公車 而是透過關係去喬了一台車子包車 那本來要協助僅支持費洪泰的委員的支持者 上下車到黨部 到這個投票所來投票 那所以我想這樣子的行為已經非常的清楚 我都有向市府查證 那也有向當事人查證 然後呢也有證人 也有文字記錄 也有跟這個包車者的錄音紀錄 所以是非常的證據齊全的情況下 才會提出來 那在選前當下我發生這件事情 查完之後馬上公布 是希望能夠懸崖勒馬 只要能夠懸崖勒馬 停止這樣子的違規行為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我不希望等到今天選後 我才告訴大家有這件事情 不公平等等的 遇到狀況應該緊急的馬上就要處理 這是我的態度 所以我昨天非常的遺憾 那費洪泰委員 在沒有經過查證的情況之下 指控我抹黑跟栽贓 甚至自比黃俊英黃老師 黃俊英黃老師的事情 是國民黨所有人心裡的痛 那我看到的時候 我想到黃老師 我也覺得 怎麼能夠去做這樣子的對比 黃老師已經離開了 那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為了一場黨內初選 去消費往生的人 因為我再說一次 不管是向市府查證 確實有曾經包車 但被發現後取消一事 那再來他不能刷悠遊卡 而且他並非屬於台北市的公車 台北市政府沒有任何的介入 有傳單 包含費委員的文宣 以及所謂的投票邀請傳單 是被夾在一起去做發放的 這就是所謂的助選員行為 違反了國民黨內的候選人公約 也違反黨章 甚至有涉嫌會選的嫌疑 那所以有這樣子的 這麼多的證據做佐證 廢委員仍然要指控 我去栽贓 我去抹黑 那自比黃軍黃老師 去消費往生的人 這樣的事情我想 是讓人比較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再一次誠懇的呼籲 我的競爭對手 許曉鑫 面對黨員投票光明磊落 沒有做任何的違反 進候選人公約的行為 那也請您能夠懸崖勒馬 如果還有更多類似這樣子 調阿咖包車的行為 請你呼籲他們全數取消 不要讓你的助選員 讓你去違反了候選人的競選公約 我們要的是一場清清白白的君子之爭 而不要因為一場初選撕裂彼此 團結一致炮口對外 民主選舉戰力對外 這應該是我們共同一致的期待 不希望因為這樣子的一場選舉 傷害了您三十年以來從政的親喻 以及國民黨的形象 再一次的沉痛的呼籲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剛剛在另外一個地方 也有看到有另外有載人的狀況 那我們就會 我們沒有我們等對方到現場之後 就會詢問說他這一趟有沒有自己付車錢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是除了包車之外 因為我們找的這個是包的是大型的車輛 那也有包小型車的 那包小型車的 我們目前已經有拍到上車畫面 那等到對方下車投票的時候 我們會詢問他 請問這趟的車錢是您自己付的嗎 那如果對方回答不出來 或他並沒有付這趟車錢的話 那就有可能再度的行程違規的行為 那我們都是目前正在蒐證當中